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简报节目 今天的新闻内容丰富多彩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香港市区重建局在连续两年亏损后 向新加坡和澳门的外国投资者寻求财务援助 并计划发行债券筹集资金 以推动未来的重建项目 接着中国呼吁日本反思其侵略历史 这是在日本与菲律宾签署防务协议后发出的声明 中国强调亚太地区不需要挑起对抗的军事集团 最后我们来关注中国互联网大会 这次大会将庆祝中国互联网接入30年 并探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重要行业话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的市区重建局URA 应连续两年录的亏损 正寻求新加坡和澳门的外国投资者提供财务支持 该局在2023横线24财政年度录的 39亿港元的年度赤字 其中包括31亿港元的过去项目 减值准备金和8.3亿港元的营运亏损 URA计划发行债券筹集资金 并已与本地和澳门的投资者分享了该计划和其他重大项目 预计本周二将前往新加坡继续推广 URA董事总经理魏志诚指出 该机构已很久为向外国投资者推广过工作 这次的债券将以港元发行 主要针对亚洲地区的投资者 URA计划在未来财政年度内在土瓜湾 九龙城和西银盘等地区启动五个重建项目 并且正在努力推动包括关塘市中心的巨型项目 在内的城市更新计划 该项目将提供1750个住宅单位 并在此前因仅收到一个投标而撤回的背景下 进行了多次修改和沟通 以确保此次投标不会被撤回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在日本与菲律宾签署防务协议后 要求日本反思其侵略历史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 日本应该认真反思其侵略历史 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 二战期间 日本占领了当时有美国统治的菲律宾 导致超过100万人丧生 林健强调 亚太地区不需要军事集团 更不需要挑起阵营对抗和新冷战的小圈子 这一协议允许两国军队参加对方国家的联合演习 是日本首次与亚洲国家签署此类协议 日本外乡上川扬子形容这一协议为具有突破性的成就 并表示希望与菲律宾紧密合作 维护和加强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 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则称这一协议为 我们共同努力确保印太的区和平稳定的另一个里程碑 菲律宾近年来一直在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关系 并在南海争议地区与中国海警船发生一系列对峙 日本也在战后时期逐步加强与菲律宾的关系 成为马尼拉的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 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 南华早报报导 中国政府支持的互联网大会 今年纪念该国接入网络30周年 并在经济压力下寻求恢复该行业的增长 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 为其三天的中国互联网大会 CIC于周二在北京开幕 旨在展示这个拥有约10亿用户的 全球最大互联网市场的成就 并探索新的发展机会 大会将涵盖包括人工智能 物联网 计算能力 电子政务和数据安全等主要行业话题 30年前 中国首次接入互联网 并通过与美国电信公司Sprint的 64000比特每秒连接线 正式融入全球互联网 近年来 中国互联网行业因多种因素陷入困境 包括政府政策的不利影响和消费者行为的转变 导致增长停滞 自疫情结束以来 中国政府试图软化对互联网公司的态度 要求这些公司在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 创造就业机会并参与国际竞争 此次大会的主要主题是回顾自1994年以来的互联网发展历程 并探讨未来的发展机会 环球邮报报道 RBC资本市场的全球电力分析师指出 数据中心容量扩展将推动电力需求的增长 尤其在美国 预计到2026年数据中心将占据电力需求增长的一半 预计2026年后需求将进一步加速 AWS计划在西班牙投资157亿欧元也表明 其他地区将受益 基础设施公司如Brookfield Renewable Partners和Transalta 被认为是低风险的投资选择 BMO高级经济学家R2则认为油价将继续波动 预计2024年下半年WTI原油平均价格将超过80美元 同2025年维持在80美元 油价可能因中东或俄罗斯的供应中断 或全球货币政策宽松而暂时上升 但中国需求放缓和美国原油产量增加 可能会引发市场不安 南华早报报道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赵忠秀表示 中国应通过市场手段解决新能源产能过剩问题 而不是进一步政府干预 尽管地方政府的支持促进了新能源行业的爆炸性增长 但过度生产是由于完整且竞争激烈的供应链导致的技术迭代 政府应允许市场淘汰低效或过时的产能 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强制关闭生产 赵忠秀指出中国应充分挖掘国内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解决消费瓶颈 如储能设施和电网建设 此外尽管中美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 中国仍应保持市场开放 让外国企业与国内企业公平竞争 《环球邮报》报道 City策略师Chris Montague的阅度报告显示 网络安全已成为最具吸引力的投资主题 其次是风险业务、保险、移动支付、智能家居和云计算 数据存储也从三个月前的第26位月升至前十 最不具吸引力的主题包括DNA基因、电动汽车、生物燃料、农业需求和气候变化 高盛美国首席股票策略师David Kustin表示 投资者现在更加关注AI相关公司 何时能将投资转化为实际收入和盈利贡献 尽管NVIDIA、微软、Alphabet、亚马逊和Meta的股价上涨 得到了盈利的支持 但投资者开始质疑管理层 能否通过这些投资带来更好的财务结果 Kustin认为 目前美国股市估值合理 市场走势与盈利轨迹一致 南华早报报导 韩国的父母们选择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 以体验他们隐居孩子所承受的社会孤立和焦虑 在韩国东北部江源道的一个名为幸福工厂的地方 这些父母试图理解那些所谓的隐居青年的内心世界 以便更好地帮助他们 这些孩子已经从社会中退缩 大部分时间都孤立自己 避免交流 通常待在自己的卧室里 这项父母禁闭体验是韩国孤立青年父母教育计划的一部分 该计划由兰金富苏中心和韩国青年基金会运营 共13周 参与者住在只有简陋墙壁的单人房间里被禁止使用电子设备 与外界唯一的联系是门上的送餐孔 这些父母接受有关家庭、亲子关系和人际连接的心理健康讲座 一些参与者表示 他们开始更好地理解孩子的焦虑和孤独感 50岁的母亲金英海告诉BBC韩国 他的儿子已经在卧室里自我封闭了三年 大学辍学后 他所在房间里开始忽视个人卫生并拒绝进食 金英海表示 他的心如刀割 经过三天的禁闭体验并阅读其他隐居青年的日记后 他更好地理解了24岁儿子的情感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的沟通与社会学教授柳成哲告诉南华早报 这种情感监禁的体验是一种视角转换 可以促进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开放交流 然而 这个计划仍需要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的持续支持 才能真正改善年轻人社会退缩的现状 日经亚洲报道 菲律宾和日本在马尼拉签署了一项历史性的部队准入协议 这将加深两国之间的关系 以应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特特奥多罗在与日本的2加2外长和防长会谈开幕致辞中表示 在维护基于国际法的开放 包容和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视角下 我们今天签署了一项信任工具 这是马克思政府首次举行的2加2会谈 特奥多罗表示 早前签署的互惠准入协议 RAA将允许两国之间的部队更容易地进行交流 该协议一旦得到菲律宾参议院和日本国会的批准 将允许日本自卫队与菲律宾武装部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菲律宾与美国和澳大利亚有类似的协议 而日本则与英国和澳大利亚有条约 特奥多罗对签署后表示乐观 并期待实际的工作和行动 以带来更大的区域稳定 RA赋予菲律宾或日本对访问部队的专属管辖权 例如日本士兵在菲律宾领土上犯下的任何罪行 将由菲律宾当局和司法机构处理 这一点在美菲访问部队协议中曾引发争议 特别是在2014年一名美国军人杀害当地跨性别女性后 会谈集中讨论了区域安全问题 重点是中国在南海的行动 日本防卫大臣沐原仍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南海紧张局势加剧了区域不稳定 他提到不合法的海事声索但没有点名中国 沐原表示 2016年海牙国际仲裁庭对菲律宾有利的裁决是最终的 日本外乡上川杨子表示 日本重视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反对单方面以武力和胁迫改变现状的企图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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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We've got the A to Z for you We've got a question in your mindWe'll find the answer, we'll be kind Encyclopedia on everything Laugh and learn with a 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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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M's to outer space We've got the facts in one great place For kids and grown-ups too We've got the A to Z for you We've got the A to 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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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mind 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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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